大家都知道就是我手上有很多的中文句子 現在目前有一萬句剛好超過一萬句 那這一萬句句子到底有沒有辦法構成一個足夠好的資料庫 那我想要驗證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就在整理句子的script裡面加了一個功能 去比對我現在手上的句子跟常用字體 常用的 常用字表 對那就是隨便Google了一個教育部 71年的常用國字字體表有4800字 那我拿這1萬字去比對它 所以 跑了之後呢就發現說 我手上的這1萬字裡面 其實不重複的字只有2000個字 那常用字體表有4800個字 所以我其實只cover了40%的字 那miss了59%的字 所以我現在接下來的目標就是要增加 這 這些字有含這些字的句子 所以如果大家要幫忙寫句子的話 可以就是 從這裡面來 像是打乒乓 這樣子我就可以解掉兩個字了 對就是這樣子把這59%解掉 對 重點就是 這一個教育部的常用字表 我也覺得有點奇怪 所以 所以我就 看了一下 好像是因為這71年有點久過頭了的關係 所以剛剛我又Google了 又Google了一下 又找到另外一個就是2002年的研究 裡面有比較新的字品表 所以就 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然後把它轉成CSV之後 就是 它不但有字 而且它還有累積百分比 所以我就可以做說 我要cover 95%或99%或99.9% 對 或者是大家很喜歡99.99 對 然後就可以看就是 它的資料來源感覺比較 就是 新一點 然後可能這個字會比較新一點 所以 接下來我就會去算一下就是 以2002年的標準我cover了多少字 這是今天的進度 然後今天我還另外做了 就是我們高雄 寺廟選舉的兩張海報 請大家唯一支持 一號陳曉米 陳曉米是 就是 目前市長候選人的 就是主子 好喔 感謝二鶏 下一組PARAGIN上台